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并且禁止幼儿园提前教授汉语拼音、识字、计算、英语等小学课程内容、布置小学内容家庭作业、对于幼儿园不置幼儿完成小学内容家庭作业、阻止小学内容有关考试测验的、社会培训机构也不得以学前班、幼小衔接等名义、提前教授小学内容、各地要结合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予以规范。 此外,通知还明确,对于小学起始年级未按国家课标规定实施零起点教学、亚索课时、超前超标教学、以及在招生入学中面向幼儿组织小学内容的知识能力测试、或以幼儿参加有关竞赛成绩及证书作为招生依据的、要坚决纠正、并是具体情节追究校长和有关教师的责任、 纳入规范办学诚信记录、围观群众大多是占支持面低、小孩子不应该过早地承受学习压力、教育部辞举政治、幼儿园的不良教育风气、同时为孩子们减压、还孩子一个愉快的童年是好事。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却是,作为当事人的家长,反倒大多时反对意见,家长们让孩子提前学习也是被迫无奈,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,你不学别人学了,这差距就越来越大。 专家表示幼儿园小学化问题出在教育评价方式,纵向的教育评,家主要还是看学生的考试分数,家长希望孩子能进到更好的学校,在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了幼儿园的小学化,治理幼儿园小学化的根源在于完善教育管理评价体系,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,还是要下定决心,解决我们管理和评价体系的问题。 在这个同时,要传播一些科学幼儿教育的观念,比方讲,让一个孩子获得一个健全发展重要,还是让他学一点知识重要,是吧,在中小学阶段一定要做好均衡工作,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,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如是分析,说到幼儿园呢,其实近些年儿童培训机构的发展也相当迅速, 在教育方面,与幼儿园相比,培训机构更有针对性,比如舞蹈、英语等专项培训课程,也有很多家长为孩子选择培训机构,更有针对性的为孩子打下早期教育基础。 不过此次的教育不通之中,对于培训机构也是有着规范限制的,这里借着这个话题,惠美装饰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儿童教育机构的室内设计, 对于儿童教育机构而言,一拼品牌,二拼教育,至于这第三网就是拼设计了,培训机构的室内设计能够直观地影响机构的竞争力。 对于家长而言,除了道听途说来的外在信息外,场地环境是最主观直接的判断因素。 主题设计儿童教育机构的主题设计中,功能决定了需求,在设计前要清楚培训机构的主要功能,在设计中才能很好的体现,不会偏离中心。 根据培训机构的课程培训特点,确定设计主题,如果是英语类教育,则可多采用字母式装饰突出特色,如果是游泳类教育,则可采用深海元素作为装饰。 色调设计儿童教育机构的色调设计中,色调通常会选用鲜艳明亮的暖色设计,通过多彩缤纷颜色来营造环块的空间气氛, 同时需要考虑环境的功能性以及采光性,使室内空间美观、整洁、舒适、温馨,并营造出具有儿童特点的文化艺术氛围。 灯光设计儿童教育机构的灯光的设计上,需要注意避免光污染,不要运用炫光的设计手法。 儿童的眼睛非常敏感,眩光会刺激儿童的视觉,甚至影响儿童视觉神经的发育。 地面设计儿童教育机构的地面设计上,科学合理性及艺术性显得尤为重要。 要保暖、耐磨、耐补食、防静电、隔声、吸声,同时也要符合幼儿活动场所的地面标准,满足幼儿的审美要求。 例如塑胶地板,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 墙面设计儿童教育机构的装饰墙面的设计上,环保安全是第一点。 不能使用有毒、有放射线和释放有害气体的材料,在考虑环境的功能性,以及采光同时,既要保持设计整体色彩上的统一,又要注重不同功能区域的色彩变化,体现幼儿教育机构的特点。 PS,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不妥。 请联系删除,惠美案例精选明竹亭于教育培训第二思,儿童教育红黄蓝钦紫园,娱乐被被水上教育。